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一种不同的解经方式 当然,用什么方法去解经呢? 我自己由决志那一刻的领袖就是 圣经也是神所密使的 经过一连串的曲线直线 耻笑了很多人之后 今次我想讲一些正经的话题 真是好好地讲讲圣经 因为也有人这样要求 今次我想讲的题目 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 很多牧师、基督徒在传福音、护教 在讨论圣经的时候 都会引用到的一段经文 出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很多基督徒都会拭背 就算不是回教会 如果有基督徒朋友 也有可能会听过这句说话 通常是引用来 例如Defense圣经 例如圣经真是真实的 你猜是流的 在最后会引用这些东西 有时会引用这些东西 然后讲圣经是什么 字面上听起来很容易理解 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 那就是神所密使的 有多难 但是你说的容易 实在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神所密使的 我今次想讨论这段经文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看经文 在这里 希腊文就这么说 Pasagrafe Pheopelustos Kai Oferimos Pros Dikdaskalian Pros Elekmon Pros Epanophusen Pros Paidean Tengen Dikaiosune 中文就是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 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我想说的就是头一句 圣经都是神所密使的 希腊文就是在这一节 第一个是Pasa 就是所有 Graphae就是圣经 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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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句字 就是Veopelustos 中文翻译就是神所密使的 很多英文就是inspired by God 有些就是God breathed 我稍后会讨论这些事情 有两点我想指出 令到这段经文很难理解 不是很难理解 但也是很难理解 首先就是Graphae 圣经 很多人忍这段经文 然后就说圣经是怎样的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 寫这句话的人 他说圣经的时候 他理解的圣经 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圣经 不是NIV King James 他说的圣经 多数是旧约圣经 我相信当时是未有新约圣经 所以用这句来说 整本圣经是怎样的 其实是不恰当的 因为他不是在说整本圣经 他最多都是在说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是否所有书 包括在内都有问题 将来可能有机会 我说一下旧约圣经的正典 是怎样来 当中的历史是怎样 其实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 但今次不是我想讨论这些 今次我想集中说这个字 就是Pheoplusdos 什么叫神所默是的 因为当我们现在说一个字 这是古代希腊文的一个字 它的意思是怎样解释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因为例如 如果你要查这个字是怎样解释 那你就去看字典 买一本英文希腊文的字典 那你就找到意思 但你又要多问一句 翻译寫字典的人 他怎样解释 如果你想想 这个字有什么意思 你推到最原始的一步 你是不是需要看一些 primary source 古卷 当初古人 怎样用这个字 你看看上文下理 这个字在句子里 是什么位置 有几个比较 你就猜到大约是什么意思 是吧 但是这个字难在 他们只出现个一次 例如我搜索 搜索上Lemma 他会告诉你,这是希腊文 Theoplestas 在整本圣经里 包括新约圣经 以及希腊文翻译的旧约圣经 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 但有希腊文翻译的 包括新旧约圣经 这个字只是出现一次 就是在这里 当一个字只是出现一次的时候 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 很难猜到它是怎样解释的 基本上你是不知道它是怎样解释的 在后来,即是后些世纪 即是很多的教父 可能是第四世纪 第三世纪的人 他们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有用到这个字 但是 那个字 也是出于这里的 之前 不要讲圣经 其他经典 例如阿里士多德 有没有用到这个字 我有搜索的 这个是Perseus 这个网站 我之前在另一个视频 有介绍过 我们不要搜索 非奥普斯塔斯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网站是活的 我试试另一遍 例如这个字 Ophelemos 我们搜索一下 这个字的意思是 他会告诉你 是helpful useful 即是有益的 这个意思 我们搜索一下 在什么其他地方 有出现过呢 OK 然后搜索 search all documents 他就会告诉你 在他们的Database里面 他们的Database很厉害 很多东西 他就说 总共出现过 至少30次 其中在阿里士多德 在他几本的书里 都有用到希腊文的字 也有做Cyphus 就是跟新约圣经同期的 另外 柏拉图也有用过 有几个例子 当初翻译这个字 即是写字典的人 他就可以说 这个字 在阿里士多德里面 是怎么用呢 看看Josephus 是怎么用呢 也可以看《圣经》 也可以看《柏拉图》 看看这几个人是怎么用的 有一个大概的想法 这个字是怎么用的 他翻译出来 就相当准确了 但是 我们现在就看看 我们的主角 Theopoulos 即是我们翻译成 神所默示的 这个字 在其他地方出现过 在什么地方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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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告诉你 在Perseus 那个搜索 里面 也只有 圣经这里一次 例如 河马 阿里士多德 柏拉图 很多很多其他人 早期过《新约圣经》 完全没有出现过这个字 所以基本上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这个字 为何的 严格上来说 例如 他说 这个字就是神所默示的 你可否证实 这个字就是神所默示的 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证实到 因为我们根本 连翻译也不懂 当然有个理由 为何他会翻译 做神所默示的 或者有时翻译做 神所默示的 其实我也有解释的 因为这个字 我们可以分开它来看 前面 就是Pheos Pheos Pheos 就是神 例如我们很多英文字 也有Theology 就是神学 有Pheos 就是神 是吧 后面是Plustos 应该和一些字 例如Pluma 或者Pluneo 就是吹一口气 就是那个意思 就是 相近 就是跟那个字跟有关联 所以那些人就说 这是compound word 就是两个字 合同一个字 前面就是神 后面就是吹一口气 所以有些英文 例如NIV 翻译做God breathed 就是上帝吹一口气 有些人就说 吹一口气 就是一个默示 inspiration 但其实它只是短古而已 OK 但是 这样去理解一个字 的意义是很大的问题 OK 我解释给你听 因为一个compound word 不是你拆开它 然后看看这个字 为什么 然后你就猜 你这样猜 很多时候是不准的 例如 英文 Butterfly 跟牛油 跟烏鸣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例如Grandmother 你幻想一下 例如500年后 到时文化可能已经不同了 后来有考古学家在山洞里找到DVD 然后上面就有两个字 是日文汉字 写着 例如潮吹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我知道潮是什么意思 因为潮就是新潮 例如潮爆 就是一个形容词 潮 吹就是一个动作 例如老吹 吹牛 就是一些议题 发表议论 所以潮吹 其实 据 断估 应该就是 就一些新潮的议题 就发表议论 这些就叫做潮吹 例如 例句我可以作给你 就是 一群中环OL 在茶餐厅那里 潮吹 民主党如何背弃选民 我可以作出 但是不一定是对的 你这样是断股 所以 《圣经都是神所默是的》 这句话 比很多 基督徒想像中 複雜很多 有时候 你跟别人吵 然后带出这句话 这句话 不是帮助你很多 因为如果别人问一问 你什么叫神所默是的 你怎么知道 《圣经》 翻译就应该是神所默是的 你不一定回答到 你这样就是自找麻烦 你这样